老师 后日可要在青梅雾进行考察 红衣上年尊敬地 向面前书桌旁的女子询问道 嗯 跟你父亲说一声 过些日子我可能要出谷 那时候学堂的夫子让他安排一下 清晰热耳的声音响起 说话的女子眉眼间澄清明亮 白细细腻的皮肤更衬着气质一人 简单的白衣穿在身上 更是掀起凌然 老师怎么要出谷了 可是有什么事情 红衣少年抬眸偷偷观察着长哥的脸色 倒是没有 长哥平静的脸上丝毫没有什么变化 老师不过才在鼓里戴上几年 学生还没有带老师好好游玩一番 少年眼中不禁闪过丧闹 却又期待地看向长哥 无妨 以后有的是机会 你要是没事 就先退下吧 长哥尊重于手中忙碌的事情 连头都没抬 随口打发走少年 少年还未说出的话 被堵在了喉间 少年通红的脸瞬间变得煞白 是 那 那老师注意休息 少年眸光暗淡下来 脊背弯下了几分 有些狼狈地退出了房间 屋外阳光明媚 春雨正然 哎呀 你出来了 屋外的台阶上坐着一位红衣少女 这服是少年身上锁穿一样 少女激动地站起身 蹦蹦跳跳地来到向李悦身边 银儿肥未退的脸上带着几分期待 黑亮的眼眸盯着少年 瞧瞧 老师过些日子就要出谷了 少年低落的情绪也传染到了乔乔身上 他收敛起脸上的笑容 嘴唇抿在一起 抬手安慰适得拍拍向李悦的肩膀 没事的 这不是还有好多天吗 到时再找机会和老师表白就好了 向李悦沮丧地点点头 两人并肩倾弹着走出了书堂 哼 表白 台阶旁的柱子棚幻化一道身影 淡蓝色的长袍 一头银发暴露了他的身份 白滚滚冷着脸靠在柱子上 双眸低沉地看着远去的两道人影 没想到自己急匆匆进骨后 还能碰到这样的事情 人人不错吗 一只两百多岁的幼鸟还想表白 白滚滚冷哼一声 起身走进学堂 门边的风铃因为有人进入 而响起了清脆的碰撞声 长哥以为是向李悦有事又回来了 便没有抬头理会 等着他开口 白滚滚看到长哥从自己进来 便一直埋头干自己的事情 不禁有些气氛 快步走到长哥的对面坐了下来 长哥一抬头就看见熟人坐在自己对面 你怎么来了 长哥的神色有些不自然 低头继续做着自己手里的事 不过慌乱的双手暴露了他内心的情绪 来看看你 在这谷里生活过得怎么样 白滚滚眉头轻飘 伸手将长哥身旁的茶杯拿起来 抿了抿 不错 这茶叶倒是挺不错的 哎 那是我的茶杯 长哥慌乱地伸手去抢 白滚滚身体后倾躲过了 你的不就是我的 滚滚将茶杯放回桌子上 向长哥的方向退了退 真是讨厌 长哥瞪了他一眼 轻声嘀咕着 怎么 刚才的那个小鬼不讨厌 你莫不是喜欢比你小的 滚滚的语气带着点随意 不过视线却一直停留在长哥脸上 我喜欢比我大的 越大越好 长哥生硬地说道 也不知这句话的含义是对谁说的 是吗 那我觉得我就不错 白滚滚自恋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我说的是比我大 你还是我看着长大的 怎么就合适了 长哥顶回去 谁说我比你小 你当年飞伤的时候才16岁 我当时都500岁了 比你大了不知道几轮 白滚滚不服气地解释道 算了 懒得跟你讲 长哥低头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 他很少有能说过滚滚的时候 也不知道从小吃了什么 总是歪理一堆 你这是在忙什么 滚滚深薄偷偷望着长哥手里的文书 过几日要进行学业考核 我在准备要做的事情 长哥解释 是吗 那刚才进来的那个人是谁 滚滚抬手拖着自己的下巴 假装不经意地询问 你说阿悦啊 他是比翼鸟族的皇子 现在在我身边负责一些简单的工作 叫得倒是挺轻秘 滚滚吃醋地嘀咕道 你说什么 长哥恍惚中好像听见他说了什么 没什么 滚滚收起眼中的醋意 不过 殿下你到范英谷应该是有什么钥匙吧 哼 刚才还管那个毛眉长齐的臭鸟 叫阿悦 一到我这就叫殿下 滚滚心底的怒火蹭了一下燃起了 冷哼一声 冷着脸侧过头不去理会他的询问 长哥疑惑地看着他突然爆发的情绪 无语地摇摇头 哎 果然还是孩子啊 滚滚眯着眼等了半天长哥的关心安慰 可是没想到 长哥压根就没有理会他的独自伤心 滚滚愤恨地咬牙切齿 没良心地坏女人 亏得自己这么担心他 结果他心里根本就没有自己 你今天不走吗 长哥抱着手中的书册 歪头看向跟在他身旁的滚滚 疑惑他怎么还不出谷 怎么 你要赶我不成 白滚滚眼底闪过思维鞋 嘴角挂着微笑地走近他 这笑容好像有些恶意 没有 没有 就是随口问问 长哥惊慌地淹了下口水 抬头看着现在已经比他 足足高了一头的滚滚 柔和的日光照射在他头顶的浴冠上 映出的光影闪过长哥的眼眸 长哥的心不由地蹦蹦跳得快了些 滚滚看到他眼底的惊艳满意的点点头 果然娘亲给自己的这副容貌 是鼎鼎好的 长哥脸神 快不继续向自己的院子走去 今晚你不打算收留我吗 滚滚迈着长腿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你想要休息吩咐一生 自然有很多院子 何必要跟我住一个 哎呀 我最近好像想起了什么 当时你来饭音鼓钱 好像跟我滚滚双手环在脑后 嘴里大声地说着什么 神情不免有些得意 闭嘴 长哥转身打断他的话 住就住吧 反正房间多的是 长哥现在不由地懊悔 自己当时怎么脑子糊涂闯入了他的寝殿 事情发生在几年前 为了庆祝长哥生鲜四万年 成玉喝凤酒将自己的藏酒都搬了出来 再加上嗜酒成性的白浅上神 四个女的喝得忘乎所以 结果喝到最后 白浅上神虽然有些迷糊倒还是尚存理智 就是可怜他们三个酒量差的 当时东华赶到时 就看见凤酒抱着白玉石桌的支柱 不停地在喊着自己的名字 眼神迷离地看着自己抱的柱子 一边喊一边说 哎 东华你怎么变的 这 这么重 我都抱不起来了 说着 使劲往上抬动着桌子 东华不禁笑了 这个少狐狸真是让人生不起起来 东华只好走到凤酒身边 将他死死还住柱子的胳膊打开 弯腰将他抱起来 凤酒的头靠近东华 傻乎乎地笑着 东华 你来接我了 凤酒一张嘴一股酒气扑面 真不知道他们到底喝了多少 东华的眉头紧簇 交代了随他一同来接人的连送一声 便带凤酒离开了 一定要回去好好教训一下小狐狸了 抛弃自己的军部说 还和别人喝成这父神之不亲的样子 真是欠收拾 好 OK